周六在休斯顿 Galleria 枪击其他帮派成员的嫌疑人亨德森 被警察追捕 目前已经被逮捕 被控以致命武器严重袭击 和非法携带武器罪 上周六晚上7点左右 在Galleria的West Tambor Shake Shake 餐馆外边 一名正在吃饭的28岁的帮派成员 与嫌疑人亨德森发生争吵 亨德森拔出手将击中了被害人的腿部 受害人被紧急送往医院 目前情况稳定 已经脱离危险 而枪手则逃离现场 引发了警方的追捕 得益于Galleria Mall的监控录像 休斯顿警方很快确认了嫌疑人士 25岁的亨德森 并很快地逮捕了他 芬娜警长表示 这是一起与帮派有关的枪击案 并不是随机事件 这起枪击案引发了许多休斯顿市民的恐慌 休斯顿市长特纳发表声明表示 对于任何想去那里购物的人来说 Galleria都是安全的 我和我的家人很快就会去那里 在Galleria则发表了一下声明 The Galleria认真对待自己的角色 确保为其购物者提供安全和愉快的购物体验 并为其员工和租户提供工作安全环境 我们的安全计划范围广泛 包含许多旨在阻止犯罪和快速响应事件的措施 这包括由休斯顿警察局 私人保安和K9武器探测组成的 大型安全巡逻队 以及全方位的摄像监视 大型安全巡逻队